我們上課已經把電廠的算法 大太的已經交代了 那我們接著來看一下 我們說 那一個指點的話 在電廠裡面 那我想 一個指點在電廠裡面的話 你們都知道說 廠如果存在的話 那這個指點帶的電量是Q的時候 那換句話說 這個指點在這個廠裡面 這個受到的力 就是等於Q跟差 這個差距 換句話說 這個場存在在這裡面的時候 那這個Q呢 手感受到這個場的作用的話 那就是Q1 這個就是他手受到的力 那一旦你力知道以後 當然這個力 就會使這個particle 產生一個加速度A 那就是力 除上這個指點的質量的部分 我想這個都是你們 非常清楚的 那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說 假設這個場是一個均勻的場 OK 那 那 uniform field 這個場 是均勻場的話 我們在上一堂課 已經介紹過 就是說 一個平行板 那它裡面的電廠是什麼 完全均勻的 換句話說 這個裡面的電廠 這是一個大的平行板 那我們平常我們就是用測試圖來看 那我說這個場是一個均勻的場的時候的話呢 場的大小 你已經知道以後 我把這個particle 放到這個均勻電廠裡面的話 那 有可能 這個particle 如果沒有 原來沒運動的時候 這個Q的charge 的particle 放進來 你就會知道 它受到一個 QE的作用 OK 所以 charge 會往 這個 負電板 正的charge 往負電板 負的charge 就往正電板 跑 這是你們都熟悉的 那 假設 現在這個particle 是有一個速度 已經在運動了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是 這個particle 的速度 已經在運動的時候 但是它還是受到力啊 它的力呢 一樣的是受到 因為場的方向 是QE 所以你會發現說 這個指點 它最後的軌跡啊 就是 一邊 在這個横向的部分 結向電場的方向 它還是有速度V 但是在平行電場的方向 它因為受力 它還是有速度了 所以它的軌跡就已經是 一邊往前走 一邊往負電板的方向 來傾斜 這是非常簡單的兩個例子 那我們平常 我們剛剛講 在上一堂課已經講過說 dipo是一個非常重要 在物理上過化學上面的 那我們看看這個dipo呢 在一個均勻的電場 它會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好 那我們說假設你現在的場 1 OK 那我現在 我說有一個dipo 距離D 那就是 正Q 就是負Q 好 那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dipo moment 是等於多少 我這樣畫 dipo moment 等於多少 你的dipo moment 是等於Q 乘上D 方向是哪個方向 好 重複到這 所以我們知道 這邊是一個dipo moment P 那我們呢 把它 就做 視為這個D的方向好了 那我們現在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樣子的一個dipo moment 我們在這個場裡面的話 其實你看到的是什麼 正電荷是受到的力 是在哪一個方向 正電荷受到哪一個方向的作用力 對 對 對 不定了呢 對 對 那裡面看到的是 它的total force 等於正的加負的 加起來等於多少 嗯 零 零 好 但是 在這個系統 是不是穩定平衡 不穩定 為什麼 它會轉 對不對 那多少的 轉動 除了 這個 total的force 等於零 要有total talk對不對 所以 你可以看到它的total talk 我們在上學期講說 在force等於零的時候 你可以以任意點為支點 然後你去看它的total talk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一點上面 我們就舉這一點為止好了 你看到的這個force的話 以這點為支點這個total是等於零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是等於R close F 對不對 total朝內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DF正 然後它的夾角是SineCita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它的大小就是Q D1SineCita 那QD本身 剛剛我們已經知道 它就是diple moment 所以實際上 你看到的這整個的total的talk 你就可以把它寫成P close E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換句說 你在你一個diple在電廠裡面 它實際上是有受到了一個talk 這個talk呢 就是P close E的電廠的這個力矩 在作用在它的身上 那未來我們在講磁的時候 磁也有一個magnetic dipole moment 這是electric dipole moment 未來在講磁的時候 就是變成是磁偶子了 磁偶子一樣會有一個磁 它在磁場裡面 它會一樣的也會受到一個talk OK 它的talk這個就是在磁場裡面的磁電 在close V就是它的 這是未來的情況 我現在舉這個例子就是告訴你說 電有的東西未來磁還會再出現 但是磁出現的時候 不會告訴你說它怎麼來的 有很多時候就是因為電有這樣子 你磁就很對應的 一個一個對起來了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了 這是一個dipole 在電廠裡面的一個行為 那你已經會計算電廠 那也知道 在電廠裡面的大部分的一個行為的時候 那接著我們要來看一個 在自學期 你上電磁學 要知道四個equation 我們就會沿著這四個equation的主軸 你這四個equation如果沒學好 你就表示 你今天這個學期下學期的電磁學 大概沒有學好了 這四個equation就是四個max squared equation 那我們接著第一個equation就是高斯定理 那高斯在講高斯定理的時候呢 第一件事情 我們必須要先講 磁通量 沒有 電通量 那所謂的通量是什麼意思呢 電通量是什麼意思呢 我說 如果現在 有一個 這個surface 那這個surface呢 有這個電廠 通過這個surface 那我就說 好像是什麼 好像是有一個皮在這裡 有一個面在這裡 有一股水流流過這個面 那就好像有一個通量流過這個面 那這個通量的大小 到底是怎麼計算它呢 我說我們把 Electric Floss Phi 因為它是電廠所產生的 就叫電通量 未來會有一個磁通量 那電通量是 它的大小是多少呢 我的定義就是 我的定義就是 我把這個的面積 沉上 上面的電廠 但是 這個電廠呢 要跟 面積的垂直方向 是 的分量 的成績 的成績才可以 那 為什麼要把這個垂直方向放進來 理論上面 我們說 這個地方 每一個都有一個surface 那這個surface 在這個surface上面 對它來講的話 這個surface 我們要怎麼表示這個物理量 surface在物理上面 它是一個向量 所以它除了它有一個大小以外 它有一個方向 這個方向是什麼 就是它的垂直的方向 就是垂直 這個surface的垂直方向 所以 以我手上的這張紙 這個surface是這個方向 到這裡它是這個方向 到這邊它是這個方向 OK 在這裡也是一樣的這個方向 所以實際上 我說電廠在這個surface的分量 換句話說 我把電廠跟surface的投影 有沒有問題 電廠 你不管它的廠是什麼方向穿過 在這個surface的投影 那就是 DOT OK 好 所以 你現在你看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假設這個surface 然後電廠的方向 所以 你這裡有一個CTA角 換句話就是 E在A上面的投影 然後 然後 再乘上 面積的 OK 那我們平常 基本上面 我們用的就是這個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講的 這張紙 每一個A的每一個A是隨著你的位置在變化 那所謂的隨著的位置在變化 就是隨著你這個surface的 Element的位置 你的面積的方向 在改變 換句話說 我如果要每一個地方的A跟E相DOT的話 你那個面積每一個位置都不同的A 也不同的方向跟EDOT的方向不同 我們平常我們會怎麼表示呢 我們就說 這個小小的面積啊 我把它放大 這個就是DA 那它的方向就是DA OK 所以在這個上面 它的Flux的大小 就是等於EDOT的DA 那DA隨著你的面積的不同 它的方向跟著變 那你要去計算TOTAL的Flux的時候 你就相當於把所有的每個DA 全部把它加總起來 那這個就相當於EDOT的DA 這個就是你的TOTAL Flux的大小 OK 好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那沒有問題的話 你已經知道說 所謂的Flux Electric Flux 它的定義了 以後 我們現在我們要來看一下 這樣子有什麼好玩的東西跑出來呢 我說如果有一個點電荷 那對一個點電荷來講的話 Q 你們都知道這個點電荷 四拍 一雄零 R平方 分之Q 這是它的場 所以 它的場呢 是四面八方 向外輻射的 我們可以看到 我要去計算它的Flux的話 那很簡單 我說Flux就是等於EDOTDA DA是什麼 DA就是我現在想要計算的這個SURFACE的位置 那我說我在外面用一個球殼 把它包起來 這個球殼呢 這個球殼呢 是以這個POINT CHARGE為原心的部分 那每一個球殼上的DA 全部通通是鏡像槽外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DA就是DA的鏡像槽外 換句話說 你在這裡 EDOTDA E跟DA其實方向是一樣的 換句話講 Phi1 就等於4Pi 一雄零 R平方分之Q 然後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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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dot R 是等於 好 好 好 那這些都是常數 常數把它拿到外面 R平方分之Q 你要對這個積分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你這個球殼上面 所謂的這個球殼上面的這個DA 要怎麼算 我說基本上面 球殼上面的每一個element OK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上面的每一個element 你可以有兩種方式 你們微積分交到 這個球積分了沒 還沒 加到面積分了沒 加到二重積分了沒 嗯 還沒有是不是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們現在先看一下 我們說一個球 那這個球的話呢 它的半徑 那原來這個球 整個球的面積是等於多少 二趴 多少 4趴 平方啊 對不對 是不是 球的surface的表面積 是不是4趴平方 那你現在你要 你要把上面的小小的element 你可以用很多種方式來去看 這個a的部分 我們會發現說 你這個 啊 基本上面 哦 其實我不需要那麼 那麼 那麼 那麼大會周章 直接就可以寫出來了 對 因為r平方 直接就可以寫出來 因為在這裡面的da 這個surface來講 這個半徑r 是一個固定值 是一個固定值 所以 對面積積分的時候 r是不會改變的 所以我們把我們的r平方一併的拿到積分號外面來 所以你這邊只對da積分 那我們剛剛已經知道說 一個球殼 他所供的這個surface把他積起來的話 是等於4趴 r平方 所以你一旦這樣子做以後 我們會發現 這個結果 就等於一雄一分子q OK 那這是一個point charge的結果 這個結果呢 並不是它是唯一的例子 換句話說 我在這個例子裡面 假設 我積的面積 不是所有的完整的球殼 只是半球而已 它不會是等於一雄一分子q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平常 我們表示 你現在就 積出來的東西 是一個完整的 closed surface 這個圈圈圈啊 這個圈圈啊 所對應表示的就是 這個surface 有時候用s 有時候用s 表示 都是表示surface 這個surface呢 所對應的這個surface呢 是一個封閉的surface 是一個封閉的 那我就可以把它寫成一雄一分子q 這個實際上 這個實際上 這個關係 並不是 只對point charge而言而已 好 不是只對point charge而言 而是對所有形式的電廠 所有的closed surface 通通可以適用的 ok 這個 就是我們第一個定理 就叫高斯定理 然後呢 我們 以後呢 會把 你現在要去算 這個flask 所做的 這個surface呢 就叫做 高星 surface ok 換句話說 假設 你現在 在 是在一個closing的 高星 surface 那 他通過的 total的flask 是等於 150分子q 這個q 所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q所代表的就是 在這個surface裡面 的charge 所以我們平常 我們就會講 這個是一個inside 在這個surface裡面的charge ok 好 那 依照這樣子的一個情況的話 我再講一遍喔 我們的高斯定理 就是說 一個電廠 通過一個 高星surface 的total 的flask 是等於 跟這個 高星surface裡面 所包圍的charge 成正比 然後除上一雄零 好 這就是我們的高 高斯路 高斯定理 那我們現在我們就舉一個例子來看 我說你們都知道正電荷 副電荷 副電荷 那他的電廠 ok 這是正charge 跟副charge 的電廠 那我們可以看到 假設我現在 我這個高星surface 把它放在這裡的話 那你現在你看到了 你total的flask 是不是全部 這個flask 是不是大一點 因為什麼 所有的電廠 跟你的A的方向都是什麼 都是同一個方向 都是同一個方向 同一個 同一個向度 ok 但是呢 如果 我把我的高星surface 做在這裡的話 你會發現電廠的方向是朝內 OK surface的方向是朝外 所以 你看到你的totalflask 是怎麼 小於 totalflask是小於 你也看到 你這個高星surface 內部所包圍的charge 是什麼 是負的 ok 那有同學 就會問說 好 那如果我的 surface 做在這樣子呢 我說 對這樣子的total 這個flask來講的話呢 你會發現 在這邊的 e.a 是大於0的 在這邊的e.a 是小於0的 他剛好 flask 進去的flask 跟 出來的flask 是 相同的 也就是他total的flask 是等於0 所以對這個 這裡面兩個total的charge 加起來 剛剛好 是等於0 OK 所以 有一個 事情就是說 如果你看到一個total的flask 是等於0 並不代表你裡面是沒有charge 它只代表的是你內部的charge 總和是什麼 0而已 它有等量的正電荷跟等量的護電荷 那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所以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有很多同學啊 說 因為 5等於0 所以 Q等於0 這個對嗎 這是不對的 完全不對的觀念 5等於0的時候不代表Q等於0 它代表的summation Q等於0 表示的是 它的Q正 跟Q負的charge 它是等量存在的 OK 它是 表示的是這個 不是代表裡面沒有charge存在 它可以有charge存在 而且可以有很多charge存在 只是它的正電荷跟護電荷 剛剛好 是等於0 而已 好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到這邊 好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同樣的 我們等一下 我們會再衍生過來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好 這個結果你已經知道以後 那接著我們就會可以看到就是說 假設 一個conduct 一個conductor的這個電場是什麼樣子呢 你所謂的conductor就是什麼 電子可以在這個材料裡面很自由的運動 對不對 所以它就叫做導體 換句話說 假設 現在這一個conductor 上面 如果假設 1 是存在的 那換句話說 假設它上面有1的話 你就會有force 有force 有force的話 這個charge就不會在這個位置上 它就會什麼 沿著電場的方向走掉了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說 在這個導體啊 內部 可不可能有電場存在 不會 不會 因為 你一旦有電場 電荷就會在這個 沿著它這個電場 去走了 走到最後什麼 走到最後就是 平衡狀態 平衡狀態就是什麼 電荷都不會動了 電荷都不會動的話 那就是什麼 它就沒有電場 OK 換句話說 在導體的內部 charge 1 它是等於0的 OK 你知道導體內部的電場 等於0的時候 同樣的我們用高濕定理 來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高濕面 隨便做一個高濕面 都在導體的內部做高濕面的話 因為這個高濕面上面的電場 通通是等於0 所以 你可以知道這個高濕面 內部是什麼 偷偷charge是等於0 對不對 我們說 裡面沒有電場 charge跑到哪裡去 我們想要了解啊 charge跑到哪裡去 那我們就去圍補它 好我用一個高濕面 它裡面也沒有跌charge 好我說這裡面 charge是等於0的 total的charge是等於0 那totalcharge是等於0的話 也許它裡面有charge 也許沒有 知道裡面charge totalcharge是等於0 我再把這個高濕面再縮小 totalcharge還是等於0 再縮小 totalcharge還是等於0 totalcharge還是等於0 所以你說到最後就是什麼 一個point 你知道在那個 這麼小的local範圍裡頭 totalcharge是等於0 所以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每一個你 在這個inside的位置裡面 你所有的方法 你通通做了以後 我們會看到 在導體內部 他的確是等於0 它的確是等於0 那如果導體有charge 跑到哪裡去了 內部不能存在 只有在哪里存在 表面上面存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导体上面 里面的Charge是等于0 里面的电场是等于0 而且它的Charge呢 它是 在这个Surface上面 它是在Surface上面 那在Surface上面的时候的话呢 你会发现 这个导体 内部在这个表面 进来一点点的里面 它其实电场是等于0 但是它有Charge的话 它的外面 电场并不为0的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上面每一个都有一个电场 依存在 OK 那这个电场是什么特性呢 这个电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假设这个电场 这个电场有一个分量是垂直 平行以表面的话 那你会发现什么 这个Charge会什么 又跟着跑 因为假设有平行表面的E 那Charge就跟着跑了 所以会跑到什么情况之下 跑到电二稳定下来 都不跑了 那才叫做稳定态 这时候 这个E啊 平行分量就什么 没掉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在这个导体的表面 它的电场 它是垂直 表面的分量而已 OK 每一个都是跟它的表面垂直的部分 它没有平行分量 平行分量是等于零的 这是一个 对一个导体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 好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好 那第五个 Charge会在哪里呢 你已经知道它在它的表面 而且也知道它的电场 那我们可以看到 对一个不规则的 这个导体来讲的话 它的Charge 这个Charge的分布并不是均匀的 那这边的Charge跟这边的Charge是怎么分布 才能够维持它的平衡度呢 那在我们未来就会看到就是 你要维持它的平衡度 就是这一个表面啊 要等电位 要等电位 OK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尖端的地方 它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这边是比较大的 这边是比较小的 这是我们在导体上面看到的一个情况 好 再来 那我把导体挖个洞好 这是导体挖个洞 然后呢 我把Charge放进来 我想请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在这个导体上面 有没有Charge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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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们自己想一下 嗯 这个Charge在导体 这个内部的话是怎么样的运动 这是第一个 不是怎么分布 第二个 它的电场的Distribution 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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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